坐上游乐设施 孩子们放声尖叫 这里是台中大型游乐园 连假期间是家长选择带孩子来度假的热点之一 每年妈祖绕境 上万人共襄盛举 台中大甲正兰宫春节期间 预估有大批信众前来参拜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碰上史上最长春假 加上国内疫情解封 使得今年国旅特别旺 台中旅店业者已经摩拳擦掌 迎来三年来最大商机 台中旅店业者预估 初一到初四是高峰期 约有八到九成住房率 预估到了初期 接近廉价尾身时 还有七到八成 另外全台各地春节期间 住房率同样飙高 从1月20号到29号 除了台中有九成 花莲有同样水准 在往南走高雄住房率 也达到八成 台中台南高雄等等 这是一个旅游商务型的都市 所以春节期间 台中一定会成为 所有国人旅游的首选 十天最长廉价来临 全台各地旅馆业者 纷纷做好准备 强势国内旅游 庞大商机 静新闻赖文中高雄正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